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我有些公共要处理 你们先吃点东西 一个深深之后 接你们去放风筝 那你快点 迟到天就黑了 谢谢老板 好 你放心去吧 不用急怪我们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 老板 二位吃点什么 来两碗吃豆元宵 加桂花 加蜜糖 好嘞 姐姐 你和我喜欢的口味一样 是啊 我们可真有缘 姐姐 冯夕这个坏人怎么还不来 冯夕她不是坏人 更不会失约的 我爹不让我跟冯夕玩 这也是有道理的 姐姐 你以后少跟她黏在一起好 怎么能这么说呢 之前一起玩的时候 不是都玩得好好的吗 那她也是为了姐姐 又不是为了我 人小鬼大 姐姐 既然放不了风筝了 我们能不能 再来一碗 赤豆元宵 好嘞 老板 再来一碗赤豆元宵 好嘞 老爷 老爷 里里外外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小姐的踪影 怎么办是的 一个孩子都看不住 找 是 文大人若是不想弄丢孩子 就应该自己好好看管 不应该假手于人 更不应该 用一点小事就责罚孩子 来 文心你去哪儿了 没事吧 爹 对不起 女儿知错了 是你把小女带走的 是你把小女带走的 我只是偶然碰到小文心 我们两个都闲来无事 就陪她玩了一天 那她是怎么出去的 令安又不是犯人 这文府也不是大牢 有什么出不去的 今日有牢姑娘了 文心 回房歇息吧 文心 这个你拿着 下次我们还行 文心 无功不受禄 朋友之间有什么 受禄不受禄的 拿着 文家清贫 没有这种全是滔天的朋友 请姑娘以后 不要再过问文家家事 是 文大人一心未功 心里真的装得下 你自己的小家 装得下你女儿吗 就算冯夕今日一人之下 只手遮天 也不代表你可以 随意干涉本官私事 这里是文府 你若想过问 文业如何管教女儿 请先问问你自己 是什么身份 我送 姐姐 姐姐 昨天你去哪儿了 一整天都不在府里 出去也不知一声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我要知道 何必这么着急 上上下下找你呢 看来冯大人是贵人士嘛 答应过的事你都忘记了 我跟小文心在糖水铺 等了你一天 我何时要你们去糖水铺等我 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在糖水铺明明答应小文心 放风筝的 我昨天哪儿要答应放风筝啊 我昨天哪儿要答应放风筝啊 你看 连风筝都是你准备的 你怎么能忘了呢 去吧 你在喝酒 我 Canvas 不在这里 要 Wi-Fi 你不要 你不要 在这里 你不要 到这里 我看到你们 为什么我会记不起来 再高点 你们看我的最高 你看我再高一点 你追上我 你们看我的最高 再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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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就好了 你就能比他人高了 你跑得最高 我成为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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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别弄我让我的东西 你说谁丫丫头 我只是好心帮你捡回来罢了 谁不知道你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自己没风筝 就想着偷别人的 你胡说 你就是丫丫头 你就是丫丫头 就是丫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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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丫头 就是丫丫头 谁说她是丫丫头 丫丫头 就是丫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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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丫头 丫丫头 这个是文心的专属风筝 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 你们说 她还会抢你们的风筝吗 这是给我的 文心啊 文心啊 这个风筝呢 是相爷特地为你做的 还有这个赤斗元宵 也是给你买的 相爷说她昨天失约 是她的不对 大人不能骗小孩 这个呢 就当赔礼 可以吗 嗯 走啊 我们去放风筝 好啊 好啊 相爷 您吩咐的事我已经报好了 她还生气吗 相爷你问的是谁啊 是大的那个 还是小的那个 我看你像被打的那个 不敢不敢 她们都不接回来 都过了好几天了 我说不你还没有再接线回来啊 还在淮南吗 还是 你遇到了什么事 紫园 相爷 到了最近可有给你提信 没有 她到了淮南之后 就没有音信了 那我派人去淮南找找 相爷 到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我也去找她 你暂且不用担心 她之前办事 时长几天没有音讯 你不敢去选择 間来 不及她去哪里 是小的 她在他温柔 干你的李子嫩 是人家 是官僚的 你ック cic 这是 我不想啊 说 那你能第四位 我好像是 木屋 你会有什么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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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同一面 相爷为什么还要再去见他 上次在竹明毅 他拿了一批军械 迟早是个祸害 在他运走前 我要把他毁掉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先去准备准备 等等 到了还是没有消息 你那边有吗 但是可以 买到这个身体 阿里 注意 我还是很严重 我可以 帮你 他不这你 能来 我还 really 老 histor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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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证据就在这驿站的仓库里 丁远侯敢不敢跟本官走一趟啊 慢着 我还就怕你不来 本乡今日不须此行 是人赃并货呀 有赃物 巧了 本官就是来调查军械失械案的 一起去看看 你说什么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本相今日来抓人 正巧你也来查案 你若不是共犯 你这线索从何而来 那左相的线索又是从何而来 是否有共犯呢 我 本官若不是亲自前来 就被别有用心的小人陷害了 冯夕 既然你来查此案 我希望你秉公办事 丁远侯放心 若是有人栽赃陷害 本官定会主持公道 你们都死到临头了还嘴枪牙印 好 今日本相就让你们死得明目 跟我来 怎么回事 我去看看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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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咱公 走 快 快 快点水 快 快 快 冯夕 竟敢如此卑鄙地算计本相 左枪这是说的神话 我刚刚一直和左枪和侯爷在一起 小爷 紫园并没来 会不会是 回府 谁拿了 定远侯 左相刚刚突然出现 逼不得你 才小虎的证据 还望赎罪 几项军械而已 本侯还输得起 快 快 走 给我放 快 走 给我放 快 好啦 快 快 감을 еры 快 超级的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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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 再继续 剃 recorded 冯大人 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多休息几日就好了 有劳大夫了 告辞 大夫 请 你也受伤了 先去上药吧 我没事 相爷 你那边事情怎么样了 多亏了你的消息 让左相出进两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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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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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桀 刘勒 您醒了 是啊 你的手 没关系的 只是一些皮外伤 不要紧的 都怪我一时疏忽 中了痴情害得急 才害得你的手受了伤 那也应该是怪我 要不是我跟你记信 你也不会 不是 从小到大 我帮小叔办了那么多事情 去了那么多地方 但从来没有哪次 像这次一样 让我如此期待 我期待的 不是给他办了事 给他一个交代 我期待的 是把我的所见所闻 都分享给你 好 好了 你伤还没好呢 快休息吧 我也回去睡了 陛下 一次可能是误会 您 뭣 可是冯相已经是第二次 身舍偷犯军械之事 你跟陆远潼 还有 师妾的军械同时出现在竹明毅 难道 这是一句巧合能说得过去的吗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巧合 那你 そして 但是 我还要做完 要稍罪了 用适še 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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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逞强吧 这次你差点因为女人 犯了大错 等你好了我再收拾你 小叔 论女人这个问题上 你好像没啥资格说我吧 你小 我的伤好难受 好疼 好了 好了 不跟你闹了 上次交代你办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虽然在回来的路上 被迟禁还摆了一刀 不过我该做的事都做了 我调查了一圈 发现有十几位 曾经受过名家提携的 将军和官员 等你伤好了 此事从长起矣 先安心养伤吧 我会让紫月经常看你的 谢谢小叔 谢谢小叔 冯大人 你以后做事情能不能换个地方 别再煮名医了 我只是去查案子 案子发生在哪儿 我哪儿能控制 你那招骗得过别人 可骗不过我 你挑拨离剑 让陆远潼既恨左相跟皇帝 却把自己撇得一哥二斤 你果然很懂我 我是被你骗多了 久病成医 不过以后 我跟你也是旗鼓相当了 你可别想故弄我 不敢 不敢 还有你那一把火 会不会狠了点 现在昊山的人马 已经没有办法牵制陆远潼了 倒不如 一把火把那批军械给烧了 不用便宜他们 我看 竹鸣翼这个地方 倒是挺吉利的 怎么吉利了 一战攻城 一箭三雕 还不吉利 可你别忘了 你就是在那里 遇到了那个 让你颠覆棋局的人 什么人 没什么 没什么 都说左相跟陆远潼 是两个狡猾的老狐狸 我看你冯夕啊 才最狡猾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这只 狡猾的老狐狸 生于我小狐狸呢 没胸没臊的 你 你是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的 你少自以为是了 我只是来看看这里进展如何 这是个园子 停一停 参见相爷 相爷有何吩咐 这个园子 怎么写啊 这园子当中 又是个什么字啊 园子当中 应该是个姓园的园子啊 那为何之中是个西字呢 这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啊 这是我的意思啊 你忘了 我要以本名做扁鹅 又为何会把西字圈起来 画地围老 跟个囚犯一样呢 你非要我亲口说出来吗 你说 画地围老本身就是你的意思 这园子 是专属于我们两个的地方 你想要永远跟我在一起 所以你想把你的心 永远都圈在这个园子当中 月园 那这个月 又从何而来呢 都 你为何这么看着我 你有什么请示吗 小儿没啊 那就继续干活啊 干活干活 你为何 子元 子元 有事吗 你说小叔他最近怎么了 金城往事 月园的事他忘了 放风筝的事他也忘了 你说他是中邪了还是生病了 我也发现了 但我们在这昨晚也没用 还是得给他找个好一点的大夫 你要真给他看病啊 他未必乐意 这事啊 得想个法子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小叔 这么晚了还在忙于公务 小心操劳过度啊 无碍 我不累 到了说的是 你自从身居相位以来 气色确实暗淡了不少 相爷 上次我给你拔了一根白头发 这次好像又多了几根啊 我给你拔了一根白头发 这每天喝燕窝怎么还长白头发呀 你说会不会生病了呀 不会吧 那我们得赶紧找个大夫给他瞧瞧了 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吗 我怎么没发现啊 病相浅中医 等你发现啊 那就晚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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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去见大夫 不必明天了 对 我们今天就给您请好了 小叔 我们都知道你公务繁忙 顾不及瞧病 我们特意请了几位金城最有名的大夫 来给你会诊 祝小叔你 祝颜养生 几位大夫 这些我都交代坏了 如此兴师动众 那明天街头巷尾 还不都蠢我冯夕叛老 小叔 你放心吧 这些我都交代坏了 嗯 好 我都交代坏了 那边 我都交代坏了 我都交代坏了 但是我先来找到 是应该说 我都交代坏了 我不能选择 你不应该说 我就交代坏了 你不应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夫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他为什么会失忆啊 从脉象上来看 一切正常 也没受到什么撞击 但这记忆一下子就不见了 以老夫之见 这病人的病啊 不在身体里 而在神志上 这病人是不是有什么胡言乱语 或者有异常人的暴躁之举啊 我先送您出去吧 好 走了 大夫 查出失忆的原因了吗 失忆 我觉得他记性很好啊 您确定吗 我把药方口述了一遍 他竟然能倒背如流 一字不差 您药方都配好了 是啊 这是我钻研多年 助研的秘方 他一直问我如何让皮肤光滑 头发乌黑 去除皱纹的方式 他跟我谈得很投机 我便轻难而受 小叔搞什么 张大夫来是给他看病的 他在那里搞什么助研 还管他自己的皱纹 你 送他出去吧 是 没想到这些所谓的名医 这么没用 一点病都敲不出来 冬月姐 这么晚不睡觉 干什么呢 我们再给相爷找大夫治病呢 治病 是啊 就是他最近老忘事的这个毛病 谁跟你们说我生病了 谁告诉你我生病了 小叔 我们都是为你好 虽然只是长了几根白头发 白头发 我哪儿来的白头发 你不记得了 你还因为长了白发 多喝了几碗燕窝呢 喝燕窝 是因为我最近休息不好 所以就多喝了几次 你们这些丫鬟别总是传闲话了 还有你们 一个少爷一个表小姐 没点正经 别老总跟下人混在一起 行了 行了 把这个大夫送过去吧 下次再胡闹 定不轻饶 来 大夫 走吧 还不下去 别让我扶着 人家动订成他 这么想 来 您应该去找我 听懂我 多吃了 公主 后一儿 帅叔叔 这病也太奇怪了 明明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失忆了 子鸢 你有没有发现 冯夕她忘记的 都是关于我的事情 忘记月圆 忘记自己盼了 还叫你丫鬟 好像真的是这样的 其他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唯独关于你的事情不记得了 但如果其他的事情都记得的话 说明不是生病 或许是不是因为 心里藏了太多关于你的事情 就记不起来了 你会因为太想一个人 而忘记她吗 总之就别想太多了 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今天这几个大夫都是正路的 没见过这种偏门的病 明天我去找几个江湖神医 开几个偏方试试 先被解外生枝了 我再想想办法 她忘记的都是关于我的事情 或许 只有我能治好她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